让更多人发声 让更多人倾听 让社会民生客题 热爆在958社会正能量 958社会正能量早上好 我是一心 你好我是家彪 今天星期四呢 我们请到了模范雇主 来到节目当中了 我们一起谈谈的就是啊 怎么样才算是良好和公平的雇佣守则 那么采取这些良好与公平雇佣守则的雇主呢 其实都能够成为这个模范雇主的 是我们希望说听闻到他们的 这个告诉我们的守则 包括他们的故事之后呢 也可以鼓励更多在新加坡本地的一些雇主们呢 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呢 使得我们整个工作环境是更加的公平和良好的 当然了近期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模范雇主奖呢 进行了颁奖典礼啊 那么近期在这国会上呢 也有这个部长特别提醒说 其实这个公平雇佣守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打造的这样子一个工作环境之后呢 能够让员工呢 对于工作能够付出全身心的这个努力 是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得主 他是Tuffet 劳资政公平良好雇佣联盟的模范雇主奖的 马来银行的新加坡副总裁 黄金远先生 Allen 早上好 你好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家第一次获奖的模范雇主 他们呢 虽然是一些小公司 但是呢 在采取这个雇佣条件方面呢 还是比较着大公司来进行的 是他是Tree会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蔡忠宏 Lawrence Lawrence早上好 你好 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想问问这个马来亚银行 Maybank Maybank Singapore呢 其实在新加坡这边不是第一次获得模范雇主奖了 那么Maybank今天是第几次获奖呢 今天力争获奖的努力又包括哪些呢 我们先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次得奖了 第三次 那么在2011年2014跟2016 这样就说据资本的那个保健的措施就是说 如果说工作没有特别的需要 我们是不分年龄 种族 宗教 婚宴状况和家庭主任 或障碍 那么我们也配合政府的政策以雇佣本地人为先 那么如果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我们再雇佣外面的人才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是说好像婚假 我们也给他们14天的婚假 结婚有14天啊 对对 就是结婚之前准备 在家结婚 在家度蜜月 就看你怎么安排了 对不对 选择之前哪一天还是什么 所以那个请假的那个栏目叫wedding 婚假我们叫婚假 marriage leave marriage leave marriage leave 我第一次听过了 没有听过啊 没有结婚的算了吧 如果有没有结婚的话就可以来参加我们 对对对 这是一个新点啊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结婚之前都要很多筹备嘛 那么是会要度蜜月啊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假期 可是我觉得 每一半这方面就提供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假期 是比较少见到 对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创新的感觉啊 怎么会想到呢 因为我们觉得那些这个结婚啊 很重要 是人生的第一次 是是是 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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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要给他很多时间去培养他们的感情 哈哈哈哈 我们我们我们的观点是这样 马来亚就是一个大家庭 那么员工是小家庭 那么全部组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大家庭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也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对 因为美满家庭幸福之后呢 才能够在工作场上呢 很好的打拼 放心的工作嘛 对对对 没有因为他会为了家庭 我要努力奋斗 对对对 在职场上更加努力 对对对 而且也是有一个归宿感啦 就是说银行也是个大家庭 那么他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的话 那么在那个工作的方面 也是很快乐去乐意去服务我们的客户 是是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可能跟一般公司比较不一样的 这么呃 基本上我们也是有采取那个灵活的工作时间 嗯 这么说有些呃 呃 女士呢 她们结婚了 生孩子了 哇 她们找不到人找不到人家帮忙 看孩子 对看孩子 这样我们就说OK啦 如果说工作呃 呃 允许的话呢 我们也是很乐意的 说让他们在家里工作 真的吗 在家工作可以 对对 可是银行 就是要工作允许的话啦 啊 不如要在 啊 你是跪台就不行啦 如果是 如果不允许的话就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 不能把你跪台搬到自己家 对啦 对对对对 就跟他过座的范围就对啦 对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也是很乐意的去 比方说一些后台的工作 后期的工作 后期的工作 好像有些绿台啦 律师啦 这些都可以 只要许可之下 许可就可以之下 对对对 工作安排啦 看你的工作 我们好像有一个律师的话 就好像是做一年啦 再加工作 哦 完全不用到公司报到啊 对对 我们也是很乐意的去 配合 帮他们配合 你只要把工作做好嘛 对对对 不管你在哪工作 对不对 对 我说到这点 我们一定要问问那个小型公司 他们有办法做到这里面 让公司员工在家工作 基本上我们虽然没有 他们就是马来亚银行 这么大型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规模 大概就大概25位员工 所以但是我们也有 大致上类似的情况 就是我们也有给这个 marriage leave 就是for两天 就没有14天这么长 两天也不错了啦 两天也不错了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也一样 因为我们公司是主要 是要打造一个 亲家庭的环境 以让员工们能有 更好的归属感 就为就更加为中心的 为公司效劳 所以我们也是有 给予在职的 慢慢能享有 弹性的工作时间 就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个 员工他就是有半天 他都是在家里工作 因为他需要照顾小孩 所以另外半天 他才会到公司里来上班 就是我们会看员工的需求 来就去配合 然后以让他们能同时 兼顾家庭以及事业 可是你作为老板 你会不会担心他在家的 那一半天他不做工呢 一般上我们都会和他 这个员工进行良好的沟通 以让他理解 今天我们给你这个 这个 弹性的安排 就是让他是 安心照顾孩子 安心可以照顾孩子 他不需要就是 为了孩子放弃他的工作 所以一般上员工 因为有这种弹性的工作时间 他们都会有更加好的事情 也会更加真心的工作 我们也看到他 有时他可能是照顾完孩子了 可能晚上他才回复电邮之类的 就是他会有很主动 因为公司信任我之后 我有更大的掌控权 但我也知道 我不会滥用这点 我很珍惜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可能就像你一样嘛 我怎么样 每天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 是你照顾家庭的时间 对不对 我已经下班了嘛 可是十点之后 你就马上又再继续投入工作 对不对 是勤工奖 可能要夺得 我帮你吉民 我们第二段的节目 继续和我们的 这次的模范雇主讲 Alan和Lauren一起来聊一下 怎么样的在目前的大环境当中 继续持续采取公平与良好的雇佣态度 九五班社会正能量 早上好 我是一心 你好 我是佳彪 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呢 是模范雇主奖的得主了 他们都获得了今年 Tafep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的模范雇主奖 分别是有多次获奖经验 今年是第三次获奖的马来亚银行 新加坡的副总裁黄金源 Alan 还有来自本地的算是比较小型的这个企业 三一会计 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蔡忠宏 Lawrence 刚我们有大概说到了两位 在你们所看到的自己所属的企业当中 所采取的一些公平与良好的雇佣的一个守则 但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说到良好与雇佣公平的联盟的守则呢 其实最基本就是不歧视 不管是你的年纪 你的出生背景 你的这个种族 你的性别 你的婚姻状况 你是否有孩子 这些都不影响 就大家都以个人来做一个考量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年纪 越来越多的消息呢 看到好像这去年开始 被裁退的这个员工当中 他们是半数以上是40岁或以上 那他们在找工作 重新在找工作的时候 面对了比较难的一个状况 就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去找到工作 接下去下一份工作 那就两位来说的话 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受到年纪的歧视吗 有可能吗 Lawrence 部分有可能有些雇主会 但是我们相信 大部分的公司 如果他们采取公平的良好的雇佣 有守则 没有歧视年龄的话 就应该不单纯只是年龄的问题 造成他们的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就业 那就你作为一个雇主 作为一个老板来看的话 假设说有40岁以上的人来找你 他就是因为可能之前离职 被裁了之后 他来找你 那么他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你会看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般上都不会注重年龄 就比如我们的这个表格上 也不会有这个需要填写年龄的 我不需要啊 这个地方 通常年龄是等我们雇佣他了之后 才会问他你即时即时生日的 对 因为生日时候我们要送东西嘛 对 生日时候我们才能送礼物给人 是这样子的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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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所以一般上我们都是会看 他们之前的工作表现啊 他的这个资金 是我们能允许可以负担得起吗 公司之类的 或者他的这个啊 有些什么就是啊 啊 负责之类的 所以啊 一般上我们都不会看年龄啊 嗯 但是如果说他 因为其实我们不看年龄的话 你看他之前的资历 大概知道他大概几岁了嘛 对不对 他如果工作10年以上 你肯定知道他不会是20来岁的大学毕业生 那么他在看资历 如果说他是一个可能转 反行的人士 就看可能之前不是会计的 可能是其他行业 但是他有心从这个方面 从低座去 你会给他机会吗 看按什么样子的标准 你会觉得你要不要给他机会呢 一般上我们都会很注重 这个员工的态度了 如果他的态度是良好的 他是想真的重新打在由低座起 就是他可能有啊 自我进修 他有这个去报读 好像比如一些会计的课程 嗯 从那里我们可以看 办得到他的上进心 我们一般上都会一样给他痛 不会因为他40岁就不让他重新开始的 嗯 那么像Alan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面对同样的一个课题 40多岁的话 如果这心经他们 你们所提供的心经 他们愿意接受的话 他们能力也可以办得到的话 是不是就会拼用的呢 对 就是他们自愿减薪啊 是 刚才我们已经说我们其实那个年龄了 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雇佣 呃 人才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我们所要的人才的话呢 我们有需要他的经验的话呢 我们是会归用他的 嗯 像好像我们呃 有一个雇员 那时候我们招募的时候 他是52岁 52岁 52岁的对 嗯 那么 过了20年 他还是在我们很乐意的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银行在工作 嗯 那么他今年已经72岁了 是 那么最近呢 我们也也也也聘请了一位 呃 品牌部门的主管 他是一个呃 印度呃 同胞嗯 嗯 已经50多岁了 嗯 不过他有我们所要的的 的经验跟人才 嗯 嗯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年龄大了 我们就是说 嗯 对变少了不尽的哈 嗯 只要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得到 有能力有那个 嗯 那个人才我们也是会去呃 呃 雇用他们的 所以像刚刚Ellen跟Lawrence都说 就是你们其实就只看他们的这个专场 嗯 就算是他们没有专场 他们可能是要呃 这个跨 这个跨 这个跨入变 新的一个行业领域 只要他凸显出他愿意好学的心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有人家就问 可是你都没有见到我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态度好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去学新的 其实其实就从你的履历来看得出 对对 如果你标明说 我现在正在接受这培训 我真的有机 有想过往这个方向发展 你们也会考虑对不对 当然当然 有些他们甚至已经培训 嗯 所以你这点就要放进你的求职书里面了 是 那么像Lawrence 虽然是一个呃 这个员工不多的一个公司 可是在采纳 25个人也不少了 对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属于 用小型的好一个公司这样子 但是采纳公平与良好雇佣守则 是否有让你公司在近年来获益呢 除了就是员工的世界高昂之外 你公司又怎么样的种种获益呢 通过采纳这个良好的雇佣守则 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公司的服务也更好了 通过因为我们给予了员工 所以这个员工呢 他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也是让公司的品牌得到了提升 除此之外 最重要当然也是营业额了 他也提高了我们公司的营业额 从2012年我们是45万元 提升了六倍到2015年的三百万元 而且更多的顾客他长期性的使用我们的服务 除此之外 我们也很荣幸的得到了 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的认可 获得了TAFEP的模范雇主奖 所以其实对公司的营运整体来说 设计提高的话 当然就会有这个经济效益了 对 包括了这个收入了 是因为员工愿意拼嘛 对不对 因为拼的话呢 就这个业绩就会就越好了 对对对 但我想问问像马来银行 算是比较更大规模的一个企业的话 对你们来说 其实大家都在说 2016年这个经济前景 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啊 在整理大环境有挑战的情况底下 你们要怎么样就持续去采取这种 公平和良好的雇佣态度呢 呃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就是说 我们这个银行就是说 以那个家庭式的方式啊 呃 流失率也会很低 也能保留人才 好像就是说呃 我们现在的呃 呃 呃 流失率呢 是 0.4的百分点 那么呃 行业呢 是1.1 那么呃 国家是1.9 是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 有更好的客户关系 更了解客户的要求 嗯 在更短的时间提供客户所需要的服务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在最近的这个新加坡呃 管理大学啊 嗯 他有一个这个顾客满意度的指数啊 是 那么在那时候的话就是2013个2014的话 我们是在最后面的银行排位 嗯 那么在2015呢 我们从第七位就是最后的 现在已经升到第一位了 哦 啊 OK 服务增值了 对对对 嗯 就他们呢 就一般的这个公众呢 给的评分也出现出你们进步了 所以这个也是顾客给我们的确认了 是 大家都想知道一个亲家庭的工作环境啊 那么当然雇主呢 想要建立一个公平良好的环境 那有没有听听雇员的反应呢 可能雇员有这些想法啊 那我们两个雇主有没有在听雇员怎么说的呢 第三段我们请他来告诉我们呢 958社会正能量 958社会正能量 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讨论现场 讨论的就是啊 到底公平与良好的雇佣守则 怎么样让各方获益呢 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是Tafep 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 2016年模范雇主奖的其中两位得主 分别是马来亚银行和三一会计私人有限公司 啊 马来亚银行的代表是来自新 他们新加坡的副总裁黄金元 Ellen 那么在三一会计公司的这个是董事总经理 蔡忠宏 Lawrence来到节目现场后面一起讨论 所以我们常说雇主有这些想法嘛 制造一个非常公平与良好的环境 那么有没有听取就是雇员的心声的呢 Lawrence怎么说 那当然我们很注重这个员工的反汇了 所以每一个方针如果我们要实施之前 都会先和员工沟通 然后再进行调整 以让我们当我们要实施的时候 公权公司才会上下同心 以确保这个方针能有效的实施 会投票吗 一般上都会啦 就比如 25个人比较容易算 也对 他已经看到了嘛 对 就比如我们呢 每年我们 都有举办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的旅游 年终聚会 有旅游哦 还久没听过了 25个人容易谈 就比较容易谈啊 人不多嘛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会让员工投票 他们想到哪里去 可以出国吗 出国啊 一般上都 你以为是去圣陶沙吗 这样子 没有 所以你会跟他说 我们今天公司呢 只有这样的一个预算 对 所以你们不会想说要去什么 巴黎啊 你要去美国啊 你要去巴黎 那就可能预算不够了 所以一般上 就说前两年他们就投票去了韩国啊 也不错啊 香港啊 也不错啊 他们今年就 搞不好真的去巴黎耶 没有啦 他们就投票了 明年他们会到日本 哦 所以我们今年就开始准备 因为日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准备 OK 正好 他们都要看樱花 要选三四月的时候去 所以你们要自己去想办法 帮公司 fight到业绩才有办法去 我觉得这就是很激励人心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看说一年下来会有个目标 就朝着目标方面去前进 对 全公司上下往日本看樱花去 对 所以你们公司现在都是不满的 那些樱花的照片 对不对 还没啦 那Maybank呢 有没有就是 因为比较大嘛 公司 会不会通过什么email这方面 不可能像老人这样 投票啦 投票投票 举手投票不可能 马上呢 就是说在1960年已经是开始营业了 是 那么到现在已经是有56年的历史 那么在新加坡也是有22间的分号 那么员工呢 到现在是1675个员工 所以规模也是相当大 是 那么我们是说每年的话呢 我们会雇用专科 专科的顾问 去做一个调查 就是我们的员工的行程 那么那些高级的主管的话 我们就是说 分派他们去 就是说 好像就是我 比如我是这样 分到去 没有 不是我管的那些部门去做导师 听他们的反馈 听他们的好像工作的问题啊 有什么委屈啊 那么工作方面可以改进的方法啊 这些啦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好像 我所管的那些部门的话 我们说 我们跳一级的访问 嗯 跳一级是说 啊 好像我们的部门的经理 嗯 我跟他们 他以下的员工呢 嗯 交流 交流沟通 啊 听听他的反馈这些了 就绕过这个中层管理 绕过那个主管 啊 可是你在跟他们聊的时候 你怎么让他们放轻松 因为有副总裁来了 我们讲话小心 哈哈哈 他们觉得说 就是 从你的角度来说 从你的角度来说 你也想听到真话嘛 所以刚才我就是说 叫我Alan就好 啊 如果你叫Alan的话 就会比较亲切 Don't call me VP Alan 这些的话 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一点 啊 对对对 是那么接下去 两位Lawrence还有Alan 还会在你们的企业当中 各自会探讨哪些公平和雇佣原则的 进一步完善吗 嗯 这样我们就说 好像说 如果有那些 高级的空位呢 嗯 我们会把机会 啊 留给我们内部的员工先 嗯 然后如果说找不到人才 我们才去在一面 避免空降部队 对对 那么啊 薪水的方的方面呢 我们也是要跟市场挂钩的 是 这个是很 啊 最主要的保健的措施了 嗯 那么 最重要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要给我们的 雇佣一个平台 嗯 去学习 啊 给他们有发展的机会 嗯 啊 这是最重要的 是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是会给好像 讲学经啊 嗯 助学经啊 啊 啊 让他们去深造 嗯 终身学习 对对对 就好像说比较特殊的 我们有一个陈女士啊 嗯 我们呢就就让他去那个 芝加哥读那个工商管理硕士 MBA 花了我们啊 差不多十万美金的费用 MBA啊 也给他几个月的有五星加级去读书 哇 哇 所以你看就让就是重视人才啊 栽培人才 对对对对 为了就是公司啊未来的发展嘛 不能看短期要看长远的啊 短期也要看长期也要看 对对对 这是银行家所说的话 这是银行家咧 对对对对对 这是银行家跟我们一般人的不同 我们是存钱而已 老人怎么说老人你们接下来的计划吗 啊 接下来当然我们也是有啊 有一样的好像这样 我们也是有让员工就是鼓励他们 拿这个会计课程 因为啊 以便将来他们成为专业的会计师 嗯 我们公司也是有啊 就是啊 Fully sponsor了 他们这个这个 赞助他们这个整个课程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在考虑一些员工啊 他们面临退休年龄的员工 他们的保障问题 我们也正在考虑这那一方面 如何啊 完善 就如果公司表现允许 我们也考虑 可能会退出好像一些 退休基金计划等等的 以确保员工 他啊 和我们公司工作到退休 也有一个啊 很保障的退休生活 是 公司也啊 就是回馈长期支持 就是像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一些雇员啊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打算每一个员工 他们加入我们大家庭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他做到退休 是不希望他转换一份工作 嗯 OK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听到了两位哈 雇主谈出他们的心声 而且呢 也制造了一个非常公平与良好的环境 那就特别来自马来亚银行 还有三一会计所有一些公司 希望说听到他们的访谈之后呢 我们的收音机旁的老板们哈 也可以尽量的打造出一个公平与良好的一个环境了 好今天再次感谢Alan还有Laurice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你们 谢谢